你是要跟他一起去了 谁去谁小狗 贺雨 你怎么知道这儿的 你是盛景初的女朋友 网上全都是你的八卦 要想知道你在哪儿 立木的 你找我有事吗 这儿还没营业吗 还没呢 很快了 那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这儿不就 来 来 现在可以说了吗 我以为你会来找我 找你干吗呀 看来你还不知道 和盛景初 一起去国外 参加混双赛的就是我呀 还真是你呀 这是祁愿指派的比赛 通常是不能拒绝的 除非是极特殊情况 比如生病 或者突发变故 所以 我希望你不要从中作梗 不要让他装病 更不要替他撒谎 我说你这人 长得挺好看的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什么从中作梗 装病撒谎 词用得挺溜啊 我只是喜欢有话直说 巧了 我也是 盛景初既然已经决定去比赛 我就绝不会让他食言 拖他的后腿 不就出国比个赛吗 我有什么好阻挠他的呀 你的性格挺直爽大方 看来 还是有一点点优点呢 我谢谢你哦 不过 这不足以让你配得上盛景初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 跟自己同等水平 也同样讨人喜欢的人 但盛景初 应该属于我 我说你都给我气乐了 我上次让盛景初去采访你 那就是公司给我的任务 你不会以为我真把他 让给你了吧 美女 我问问你 你见过他几次 说过几句话呀 怎么就觉得他属于你了呢 我和盛景初在现实生活中 没见过几次 但在这儿 已经交流过无数次了 关其而知人 我看过他所有的比赛 无数的棋局 我清楚地知道 我和他是可以 完美契合的灵魂伴侣 你研究过他的棋 他又没研究过你的棋 你们俩 哪门子交流啊 我就知道你不理解 我没必要理解 敢不敢赌一个 赌什么 就赌 我和盛景初在比赛前 与比赛中 完全不交流 但照样能配合默契 如果比赛赢了 就证明 我才是盛景初 真正匹配伴侣 到时候 他一定会清楚这一点 选择我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 愿赌服输 体面离开就好 我发现摄影书 有一点给你特别像 怎么对感情都这么幼稚 我凭什么给你赌啊 如果我输了 我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绝不来找你们 这不是很公平吗 为什么不能赌 赌博有风险 入局需解释 你这是不自信了吗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呀 我是来夏战书的 夏战书 我看你就是明抢 光天化日之下 想打劫 孙玉怎么想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阻拦他去参加比赛 而且我一定会鼓励他去 我对熊猫我了解 你根本就没机会 看来 你是要跟他一起去了 谁去谁小狗 再见